来自南方都市报博报 高管被指性侵未成年养女案仍在发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4月13号消息 针对豹某某涉嫌性侵一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 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4月13号下午 当事人李欣欣的代理律师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告诉南都记者 这一案件比他以往接触的案件更为复杂 双方的关系更特殊 目前女孩的状态非常糟糕 他希望女孩能够好好疗伤 此外犯罪嫌疑人鲍某名 目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